陸市長找到了您的爹地送平安 找到了 你說什麼 集團目前在上照本盤點在職人員 在評點工場人員的時候 他向北沙望工場有一個員工 跟您的爹地同名同姓願意消福 你在調查以後 確定他就是您的爹地送平安 您看 二十年了小弟大哥終於找到了 快快快閉車去北沙望 是 陸市長前面就是宋平安所在的工場 好 陸市長您這種打扮是為了順帶賢景工場嗎 不錯趁著這次下集層啊 我要親自看下大城集團的工場 看他們到底是踏踏實實做工 還是仗著天高皇帝員後面行事 陸市長高興 對了 千萬不要打草京士 這樣 才能看清楚我弟弟的真實 是 陸市長 又是一定要給我打電話嗎 知道了 來 再來一點 好 好 上 再來一點 來 走 平安 大哥你認識我 小弟 你不認識大哥了嗎 你是我大哥宋康悅 弟弟 大哥讓你吃苦嗎 哥 你 大哥對不起你 讓你吃苦了 哥 快點啊 來來來 來來來坐 來坐坐坐 哦 走 這怎麼是衣水呢 走 坐這兒坐這兒 坐會兒啊 哎 弟弟啊 那工廠就安排你們住政府嗎 有的住啊 就不錯了 來哥 喝水 哥 這麼多年 你在外邊過得怎麼樣啊 我到處都找了 我找不到你 當年咱兄弟倆走散以後 我就四處漂泊 我一聽到你的消息以後 我馬不停蹄就趕過來了 弟弟 你聽哥的 跟哥走吧 以後咱兄弟倆再也不分開 哥 我在北山挖住習慣了 我不想走 要不哥你留下來吧 跟我一起住在北山挖 不是 等我一會兒啊 等我一會兒 你 你這是幹什麼 哥 你收拾一下 跟我去找我們工廠 不是 走啊 走走 哎 這 哎呀 蓮安不願意跟我走 也不能強求 只要他過得安穩 我也能否卸離開 哥 等我在工廠 給你找個活啊 咱哥的就再也不分開了 你給我找活 嗯 這不用面試 直接上工 成 來信人了 咱們 咱們成了 互行面試 就行 這樣 啊 苗平安 這老母雞 挺肥啊 你 你 這什麼意思啊 嗯 沒什麼意思啊 哥 他說話就這樣 沒個正行 你幹什麼 放開 哥走啊 走啊 工廠 工廠工廠 這是我哥宋康玥 剛回來 想在咱們工廠干個活 您看著 給安排安排 幾個重啊 六斤 你這隻雞 挺肥的呀 一隻頂上別讓兩隻了 哎呀 都是自己家養的童雞 怎樣 放鬆去吧 哎 好好 謝謝工廠 我看他家有些年紀了 卸磚去吧 那會兒也輕鬆 謝謝工廠 謝謝工廠 走啊 走走走 走啊 哎 你幹什麼你 好大的膽子你 竟敢貪污社會你 幹 我幹什麼 我就說了 不用面試啊 也不用體檢 直接就能上崗 原來你們玩的是這套 你們 小哥 你玩肉 你還想不想在那邊幹了 工廠我拿開耍名啊 我剛剛 我不懂規矩了 我們儘量 儘量 哎 過來 雞 你自己拿回去啊 我受不起 我再問你一遍 誰給你的權利 定敢這麼大的膽子收錢收回你 他我求你了你別說了 你知道這工廠的活兒 多少人想幹嗎 就被身為蟲衫披著的 一個地兒能掙錢 別說了 工廠 我哥剛回來他不懂規矩 你別見怪啊 哥也是 工廠每天上邊這麼辛苦 吃雞不不怎麼了 怎麼這麼不懂事呢 工廠今天這錢 你一定得收了啊 你硬要給我塞東西 還他媽戲劇效力 什麼意思 想幹什麼呀 我跟你說啊 你的東西 今天我是從頭到尾都沒碰一下 自己拿到 吵吵什麼呢 趙經理 這大二天的 你怎麼來了 今兒怎麼樣啊 今兒都還不錯 趙經理 趙經理 這是我哥 他想來咱們工廠幹活 你安排安排 沒聽說你有哥呀 這打哪回來的 我倆打小就走散了 十里八鄉都知道啊 我一樣是苦命人 娃子 我跟你說過多少遍了 這過來的都是十里八鄉的親人 有困難咱得幫啊 你怎麼能趕人走呢 不怪照顧他 不怪照顧他 經理 這機啊 您收著 您看我哥這 哎呀 這機挺肥啊 都會是孝敬您的 這機呢 是挺肥 這要是哥以前啊 一隻雞沒問題 那是現在 誰兩隻 兩隻 我說你 這也是你們的幸運啊 未來我手裡的活會越來越多呀 哎 乌友們都過來都過來 都過來都過來都過來 都過來都過來 有兄弟等話 快快快快快快 回來吧 剛得到的消息 咱們北山挖的南邊 即將被大城集團開發 就是咱們工廠的二期項目 也就是說 你們 只要跟著我看 未來 大家的錢 會越賺越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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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大叫 那當然 各位各位有啊 都聽到了嗎 趕快 咱們金光好友啊 還有門機台部不吵的 全都叫過來 叫過來啊 收大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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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開一個北山挖工廠 突擊檢查 大師長一定是發心問題 叫上人 來北山挖工廠 那 既然大家賺的錢越來越多 那麼 我們對於檔位的用功要求啊 就會提高的密件點 兩隻雞 無貨分吧 兩隻雞 兩隻雞 不貨分 不貨分 那送開那隻雞那麼肥了 這一隻還不夠啊 這兩隻雞起碼得上萬塊 這一年百干了 是啊 先找到 我問你 這規矩是不是你訂的 說 你他媽說話注意點啊 這是咱們工廠的總經理 造型 對不起 剛來的他不懂規矩 你別往心裡去啊 咱們北山挖 被大城集團持續發展 好吃 好吃 蓋掌蓋掌 是吧 蓋掌蓋掌是吧 哎呀 你說這 蓋掌蓋 蓋掌蓋 您看這樣行不行啊 我還有半年的工資沒發 有五千塊 再加上那隻雞 都給你 您看這樣成嗎 平安 半年工資都沒發了啊 可你都別說話了 平安 你這是想破壞我規矩啊 怎麼 內涵我欠了工資呗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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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雞是雞 工資是工資 要是都像你這麼幹 我還怎麼管理這工廠啊 實在沒辦法 我已經把包子全部壓住 拿來換名牌了 哎呀 我再湊一湊 我也湊不出來啊 對呀 這都半年沒發工資了 平安說的也沒錯呀 趙經理啊 我們真的都快過不下去了呀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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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周經理 工廠半年沒發工資了 我老娘的病 真的拖不起了呀 我求求你了 工廠花點工資嘛 我給你磕頭了 兄弟兄弟 哎呀 起來起來起來 你是二雷兄弟是吧 我記得你呀 你是咱們工廠的老老公了 對吧 你的困難呢 我們工廠一定會給你好好解決的 你二雷兄弟的問題 好好解決解決 我打人呢 給我住手 你打人呢 給我住手 你管不了哥哥 你幹什麼 是吧 這一個人沒錢花是吧 我打你錢花 你錢花 你錢花 你怎麼還動作什麼呢 只有你一個人沒錢花是吧 我四個都跟你一樣乾淨 閉嘴 兄弟 你沒事吧 進來進來 你瞧瞧你 給人打的 以後不准了 你說兄弟們 這咱們工廠 上個班 我們給發工資 那不是理所應當的嗎 我說 公友們呢 這上頭沒拨錢 我也著急啊 這俗話說的好 巧妇也難為五米之吹嘛 不過呀 請大家放心 我一定 我一定儘快把大家的工資 催發下來啊 大家別著急 再等等啊 還有哪位兄弟姐妹家 著急用錢了 不去了 不去了 我問你 大城集團 這麼大的公司 怎麼會不按視你底下發工資的 以後啊 戴著手錶 攜帶 交給他穿的零鞋 加起來臉上萬了吧 你有錢倒是自己 怎麼就沒錢給大伙發工資啊 就是 就是 你這身行頭 是不是拿脫錢工資買的 你給我說 說 哥我求求你 你別走話了 是嗎 哥 咱了咱了 哈 走 你別動了 你放手錶 是吧 別斜視了 哥 放給我哥 羽毛 羽毛 我不要 求求你你放过我吧 哥 求求你 放过我吧 他妈见 你又死 是肉的湯骨肉的 他不要紫的照片 你俩起谷脱啊 是我们的祖求求你帮我 求求你 哎呀救人啊救人啊啊啊 没事吧 啊 不是你 你弟 兄弟 小弟你醒醒啊 小弟 小弟 小弟啊 小弟啊 我让你血战血套 弟弟啊 弟弟啊 那你干什么 接电话 哈哈 什么事啊 那内部人透露 说上面有人要来检查 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 检查 你应该是北上王二席功臣启动的事 说上面有人要来检查 让我们坐好别人 这是好事啊 好好好 一定要坐 一定要做好鸡蛋 来 把他们俩给我关起来 起来 你们干什么 起来 你们干什么 弟弟 弟弟 放开我弟弟 这小弟 这小弟 这小子真沉 弟弟 弟 就 弟弟 他们俩你给我看好了 上面有人要来检查 我必须得 如果他们俩弄出点什么动作 搞防了检查 你自己颠了 华哥你放心 这有我在 能冲塌 慢走啊 我跟你说 我是大城集团董事长 一会儿来检查的 是我的秘书 把电话给我 我今天受伤了 我赶紧联系 医疗队 快快快 什么 谁 我是大城集团董事长 董康月 什么 什么是董事长 那老子就是董事长 爹 挺聪明 可是你们刚刚怎么就这么好人生 你们老赵警司 就当死吧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陈秘书 你好你好 我是大城集团北山派工厂的负责人 赵金 欢迎陈秘书来我们工厂市场 来 预备去 这要都是搞什么 谁让你这么做的 这是工友们知道您要来 特别激动 自发准 这热气我拦也拦不住 是啊 陈秘书 我在镇上最好的酒店 给您准备了一份 咱们北山派的特色宴 一会儿啊 一定要品尝 给你接接风 大伙都去 都去啊 行了 别来这一趟了 工人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旅游的 大家都在这 随便提点谢谢 明白明白 赶紧安排一下 让镇上的大厨和工厂来做饭 咱就在办公室吃 不是 要对胃口 对胃口 明白明白 陈秘书 我们工厂的大概情况 就是这样 前面呢 就是我办公室 中午啊 咱们就在办公室 一个便饭 吃完之后呢 我就带您去财务那边 工厂的基本情况 我也了解了 对了 工厂最近 有没有来新人 新人 没有 没有 不对啊 二期项目也交给你 队伍应该要扩大 一个都没有 赵经理 赵经理 这是我哥 趴下来咱们工厂干活 您安排 哎呦 您瞧我这个记忆 还真来了个新人 他在哪 带他来见我 陈秘书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有必要和您这样的大人物见面吗 难不成那家伙是总部派来的卧底 你 我这不是来视察吗 了解工人入职的情况 也是总部派给我的任务之一 原来如此 应该是我想多了 那人看着不可能和陈秘书的联系 他人呢 叫他来见我 陈秘书 他这个人呢 一有能力在上 当时就没录取啊 没录取 不可能 是董事长叫我来 不可能不下共产 这一定有问题 没录取啊 那就算了 反正通过其他人了解也是可以 好 陈秘书 请 好 陈秘书 请 来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陈秘书 也不知道这桌菜啊 合不合您的胃口 我们北山蛙这个穷香屁肉 也没什么好吃的 你们这儿的伙食 有这么好吗 这不是您来的吗 我说过一切从前 我懂 我懂 刚才呀 人多 确实不好张扬 您看这桌菜呀 大有来头 我可是把北山蛙最好的厨师 给请来做的 他呀 可是国家级特级厨师 您看这桌菜 有肉包 那可是寓意着您的事业啊 马上 牛气冲天 这桌菜 不便宜 你陈秘书丽丽啊 再多也不算多 这桌菜 把底 这一万 十万 来 陈秘书 我敬您 咱们工厂的以后啊 就靠您多多美颜了 陈秘书 这个呢 是我们工厂的一点心意 不多 十万 见面礼 好啊 赵新颖 我说过一切总体 你做一桌子菜十万 我拍桌子站起来 你又来十万 加起来得二十万 你平时管理工厂 就是这么做事的 不是 我这 这不是您来了吗 我这么做 你是为了我们工厂的未来考虑啊 好 一个为了工厂考虑 那我问你 那工人 工人吃什么 就是 青菜馒头 什么地瓜芋头 地里长什么就吃什么吧 所以工人就吃青菜馒头 平时就这么吃的呀 陈秘书啊 他们那些人从乡西过来 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再说 又不用他们自己掏钱 我这么做 不也是为了咱们集团省钱吗 好一个为了集团省钱 我看这些省下来的钱 都尽了你个口感 这究竟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工 工长呢 我来了 来了 谁 谁让你磕磕工人的饭钱的 这不是您 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 大家都是相里相亲的 人家相信咱们来工厂打工 我们得让人家吃饱餐暖 才能好好干活呀 也就是陈秘书在这 不然我 我再给你个机会啊 现在立刻去 大伙家家餐 让大伙都精神精神 好嘞 尤其是那些身体不好的人 你更多的 照顾照顾 明白了 慢着 拿着这个 滚 这事要是办不好啊 这个工长就别干了 是是是 哎呀 陈秘书 怪我太着急了 才相信工长那小子的鬼主意 您看啊 市长呢 这次吃巨资 来给我们开发二期 这也是看重我呀 我在这儿 给您表个态 我以后啊 一定洁身自豪 不如使命 带领这个广大的工友啊 把咱们工厂 越做越好 俺们家呀 全家都靠俺男人在工厂 做工养家 没有工厂 俺家小孩哪有钱上学 赵经理谢谢您 谢我干啥呀 要谢就谢陈秘书 谢谢 弟弟 那弟弟坚持住啊 一会儿就有人来救咱们了 啊 弟弟 给我打 好 来 我 啊 谢谢 感谢赵经理 陈秘书 赵经理可是好人啊 要是没有他 俺家都没钱给俺爹吃屁了 你还挺累的 竟然真的让你吵成功了 陈秘书来了 会吵有个啥用 我让你见不着人 我看你还怎么 哎 哎 阿门村啊 要是没有这个工厂 阿门一辈子呀 都得面朝黄土 来朝天啊 感谢赵经理 感谢董事长 感谢赵经理 感谢董事长 等果然是你叫来的 把他给我让开 好嘞 起来 过来 你死定了你 我死定 大家的话 你会传达给董事长的 哈哈哈哈 哎 竟然人有 我告诉你 大舅早把你这小伎俩失破了 让我过来跟你家家餐 其实有件事情 我想今天是时候告诉大家 其实董事长 啊 不 跟你家家餐 啊 爹爹爹爹爹爹 陈丽我在这呢 陈丽 糟 这小事都办不好 陈丽我在这呢 陈丽师长 哎 陈秘书 您去哪啊 那窝起什么情况 前两天啊 我养了两只流浪狗 那狗呢 逮谁咬谁 我就给关窝里头让人看管着 哎 怎么还是别去了吧 要是被咬伤了不好 哎 陈丽师 哎 你干嘛找死了 小弟 小弟 陈丽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干什么吃呢 还不赶紧把他嘴里做 狗都是什么狗啊 哎呀 你给我塞个 啊 啊 我 你是不是真觉得你打个小报告 救人给你撤标啦 嗯 告诉你 那些人就是过来走走货上 我大救三言的良 你就把他把你打发死 啊 听办吧 最讨厌的就是你那张破嘴 这 马里马里咬死我了 啊 你看又咬伤一个 陈丽师 我看您还是别进去了吧 着急 里面人跟疯了似的 那见着就要 不是信工伤吧 人 这里面关的到底是什么 人 哎 哎 陈丽师 您听我解释啊 这里面啊 关的确实是人 那也是因为他不服从管理啊 您放心 这个事啊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连人没有办法 他真是好难的感受啊你 什么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今天早上来了个面试的人 他一来就串夺着那些工友 跟我对着干 那我也是因为害怕影响到 咱们工厂的施工进步 万一董事长怪聚下来 您说是我 就是对您也有影响啊 糟了 让开 住手 你怎么来了 你看看你 把赵经理都给惊动 陈秘书 就他 一来就扰乱工厂秩序 董事长 去 董事长 陈秘书 你有没有搞错 他怎么能是董事长呢 大秀 我调查清楚 他就是平安的大哥 他们俩就俩乡下 没钱没背景 不可能是董事长 陈秘书 快给医疗队打电话 快 是 弟弟弟弟 行行 坚持住啊 快一边去 他就是我们大城集团的创始人 建董事长 我一会再收拾你们 不可能大叫 我绝对调查清楚了 他绝对是平安的大哥 绝对是 完了 全完了 董事长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这也是为了工厂嘛 我在大城集团十年了 您就看着我勤勤恳恳 工作十年的份上 您就饶过我这回吧 陈秘书 你帮我跟董事长说句话呀 华总 赶紧给董事长道歉 董事长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陈秘书 你说 人生在世 熟能无过呀 空姐 我还给你准备了主席和红包呢 您赶紧 劝劝董事长啊 赵军 赵军 这就是你所说的为了大城集团 为了员工 你挪有工还 恶意妥协工资 高额售卖员工名额 贪污受贿 铺张浪费 中保私囊 你居然还敢殴打囚禁员工 董事长我错了 我这也是受小人盲币 我这大城集团 已经工作了十年了 十年了呀 十年 是啊 十年了 我这就是放在总部里头 我也是元老级人物啊 陈秘书 在 十年了 我去 我居然现在才发现 在我手下竟然有这种人 作为做夫 欺压员工 去 把这十年来所有的账单 好好地给我查一遍 赶紧去再进去 杀疑警板 绝不顾心 董事长饶命啊 董事长饶命啊 各位公友好 我是大城集团的董事长秘书 陈立 经调查 远北山洼工厂总经理赵军 利用职务之变 贪污受贿 压榨员工工资 县集团决定 撤除赵军赵华等多人的所有职务 并清缴他们所贪污的所有财产 这些钱会在查清楚之后 随工资发给各位公友 好 好 另外 集团决定在今天之内 把之前拖欠的工资全部结清 按原工资的三倍结算 好 董事长 请调查 您弟弟曾结过婚 这个照片上 是他的前妻赵凤娇和女儿宋岳人 弟弟 你原来成果家还有个孩子 那现在怎么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呀这是 圆圆 圆圆 哥在哪 在哪 那赵凤娇和孩子呢 不知道 这些年宋平安都是只身一人 听说他为了找孩子找媳妇 吃了不少苦 有传言说 是赵凤娇一直嫌弃他穷 所以踢了他 弟弟 有鬼大哥不好 也有照顾好 大哥对不起你 弟弟 弟弟 你醒了 哥 哥在哪 对不起 我不该让你去工厂 如果不去工厂 你就不会受伤 哥没事 工厂那些坏人都被处理过了 以后的工厂会干干净净的 处理了 圣妹还给咱发了工资 不仅如此 圣妹还说了 还会给咱们一笔补偿款 到时候咱有了钱 那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好 真好 弟弟 你先好好的休息 等过几天 哥带你去个地方 大哥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哪有事瞒着你 我都知道了 大哥 我的事你就别管了 我们走吧 你不想要女儿了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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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他每天在那里挑分身上一股三万 我们都不和他玩 我是爸爸呀 我是爸爸 爸爸 爸爸算一算 爸爸 爸爸来找 爸爸 爸爸你太晚了对不起远远爸爸对不起 喂陈秘书 带人来赵家村有一场硬仗有的 赶上律师 董事长正巧南山蛙的开发 赵家村也提交了接场申请 正要去实地考察也先在路上 好 那里你妈呢 妈妈哥你个死丫头 又在这给我偷懒 你个死丫头又在这给我偷懒 我让你挑笨你不挑 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妈你干什么 宋秦安 你怎么回来了 你别叫我妈别是你妈呀 能说奉上嫁给你我就不同意 本是没有一个冲的叮当响 就你还没给媳妇 我看凤娇想出真是笑了眼了嫁给你了 是 我是你 但我这么多年在外面打成功 我所有的钱不都给了凤娇了吗 少说这些没用的 就你挣的三瓜俩枣 不够我们家凤娇卖钱衣裳的钱 哎 我喊你你是龙了 赶紧给我过来 不是 但我也不会让你这么对月圆 哪怕我砸锅卖铁 我也要对月圆很 吃卵穿的卵 学生就收拖 而不是在这天天偷大份 有有 宋秦安 你搞搞痴 你可梦娇离婚了 这孩子就归我们了 我们怎么归他 你管着呢 今天我就算被你打死在这 我不会让你打月圆 你敢 我告诉你 这可是赵家聪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哎呀 乡亲们啊 来人啊 这有个外星人在这抢孩子呀 哎呀 乡亲们啊 来人了 这外星人抢孩子了 谁敢抢我们赵家村的孩子 乡亲们啊 乡亲们啊 你们看看这个没良心呢 把我们家凤娇和孩子抛弃以后 现在看孩子大了都干活了 现在要讲规矩 这天理何在呀 你给我闭嘴 你少在这儿给我颠倒黑白 乡亲们啊 这孩子大小就跟着我 你们是有看得见的 我一个老婆子 这不会说傻话的呀 把孩子留下来 就是 把孩子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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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做姥姥的 就是这么养孩子的 孩子才八岁 满手老紧天天掏大份 我作为一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把他带走 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 你们都是为人父母 你们扪心自慰一下 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瘦瘦 你们心里边不难受吗 你们能视而不见吗 哎 好你个宋平安呀 这条粉喂猪 急做饭 哪个农村孩子不做事情啊 哎哎老李 我昨天还看见你家酸猪 带着孩子下地呢 高上你家葵葵是不是 天天都去河边洗衣服呀 这农村的孩子哪有那么金贵呀 我是少他吃了 才去乘大哥了呀 是我把孩子拉扯大了 孩子小的时候 你不管不问 现在孩子大了都干活了 不要把孩子抄回去 我看你是想把孩子 不要回去 卖了换钱吧 我看你是想把孩子 不要回去 卖了换钱吧 我给你回去 干我干我干我干什么 放手 哎 你相信了呢 今天是我家的牛 明天就是你们的玩了 盧婶说的对 咱赵家村的孩子啊 谁都不能带走 我孩子交出来 把孩子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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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交出来 把孩子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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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律吗 赵凤娇给我叫出来 关于月圆保养权的问题 我们再重新他一遍 否则你们任何人没有权利 敢与他的亲生父亲带走孩子 你是谁啊 你关我们家的事 我是宋平安的天大哥 我怎么没听说过 宋平安这个破罗乎有个亲歌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 宋平安这个破罗乎有个亲歌啊 哎呦鬼女啊 你可来了 他们要抢你的孩子 还是我办法 宋平安 你还敢来 你有什么脸来的 宋平安 你当初带月圆走 说要带她讨好生活 不让她跟我过苦意子 你就是这么对月圆好的 那也比跟着你吃不下饭强 哎呦乡亲们呢 你们是不知道啊 当初我嫁给宋平安的时候 她说过会带我出山大房子 顿顿有肉吃 可结果呢 却家徒四壁 曾经连个后辈子都没有 哎呦我要是再不走啊 我和我闺女都要死在那个北山蛙了 哎呦 哎呦你们瞅瞅 瞅瞅我这身段 我这长相 我找谁不能找啊 当初啊 我就是被宋平安的天爷命运给唬住的 才被骗昏到北山蛙的 这次我说什么都不能让我闺女离开我们赵家村到北山蛙去了 这不是昨早的天婚吗 就是啊 现在赵家村的年轻姑娘去到那重山沟 小弟是大哥没照顾好你 让你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都是大哥的错 弟弟你放心 只要有大哥一口饭 就饿不着你 你自己吃饱饭再说吧 算了 这球酸的 才能喝得了别人 我 我球酸 家里没镜子吧 我撒摸就照着自己 你这全身形头啊 没有二十块 替人出头啊 也要好好掂量掂量自己 有没有出头的本事 呦 让我看看 谁这么不要命 欺负我高宾的女人 呦 让我看看 谁这么不要命 敢欺负我高宾的女人 宾哥 还不是我那没本事的前夫啊 他还叫你敢女儿呢 爸爸我害怕 灵云 这个人是不是欺负你了 灵云 别怕 我打磨给你撑腰 他是不是欺负过你 我没有 别胡说 宋月月 那个恩兴仇报的小建筑 他就胡说八道 他会打死你 好啊 宋平安 你长本事了你 快打我 你这么对月月好的 小孩子的话你也信 严谨这个小建筑 你说八道 我们家宾哥呀 可是世界500强大城集团的项目经理 要是他脾气不断动 那大城集团怎么会用他呢 乡亲们 你们说是不是呀 等等 你说到哪个集团的项目经理 等等 你说到哪个集团的项目经理 大城集团 你这个山沟沟里的土老帽 怕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吧 乡亲们 我如果是倒得外坏的人 根本就不会通过大城集团的位调 我真是好人呐 乡亲们呐 兵哥这次来呀 可是为我们村谋福利呢 大城集团 目前在做乡村大开发呢 兵哥呀 因为我们村提交了建厂申请呢 以后啊 我们村也要富起来了 好好好 好 不错 建厂招工啊 都是由我来负责的 我听说 大城集团 在北山沟开发后 家家户户都成了万元户 这大城集团 要真开发了咱赵家村 这咱岂不是解成了万元户啊 万元户算什么呀 只要咱们赵家村团结一致 一致对外 我保证 可以把大家 都安排到大城集团的厂房 咱们一起呀 赚大钱 好好好 乡亲们 可不能让外人 抢了咱们赵家村的孩子 对 上 对 把孩子们干出来 干什么 把孩子们干出来 妹妹 把孩子们干出来 妹妹 妹妹 住手 赵书记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宋平安 带着外人来抢我女儿了 宋平安 你看看你 穷的都叮当响了 你凭什么来抢孩子 这不是胡闹吗 赵书记 今天可是有大人物来咱们赵家村 要是见到这样的情况 保不齐会有什么变故 什么大人物 宾哥的底头上子 大成集团董事长秘书 陈丽啊 赵书记 我可是打了几十通电话 才请到的大人物陈秘书 他要是能来咱们赵家村 那大成集团的投资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哎呀 赵书记 看我们家宾哥 毁了我们村 出了多大的力 你可不能让外人 耽误了我们赵家村的大事 宋平安 你和分交的事呢 我都了事 你们这样再吵下去啊 是个办法 我提个说法 你看行不行 赵书记 我听你的 你说怎么做 就怎么做 你看看 这月月呢 也长这么大 不管风娇 养得好 赖 这么多年的抚养费 你得付吧 你说是不是啊 这八年 你们在月月身上花了多少钱 我全给 把钱 碰屁的八千 八万 不交给真不开口啊 要这么给压个骗子 哪要得了八万 在这村 谁见过八万块钱啊 太多了 赵总教 月月在你家待了八年 穿的破坑烂了 怎么说 还浑身是张面黄鸡手的 你管我要八万块钱 你怎么不去抢啊你 你以为这八万是指八年的抚养费啊 这孩子现在大了 死到活了 这要养到十八岁 中间你把孩子带走 那我家的活谁干呀 这得故人干吧 一个月 这几百块吧 这算了算吧 多少万都没准呢 我们家找你要八万呀 还是看在赵首席的面子上 你们把人当伤口啊 牛村的孩子走当家 就会说你跟非 谁敢想办 你家归你不干活呀 你家归你不干活呀 是这个问题啊 曾平啊 我看这八万块钱 请认识 孩子呢 你拆走 有我在啊 这凤娇 他不敢有二毛 不是我这八万块钱不想给 是我现在每个月工资就七八百 我这八万块钱 我得赚到什么时候啊 这被删网 自从大神集团来了以后啊 过去富多了 没钱 你不能跟别人借 再说了 你这么心疼你女儿 八万块钱 你错不出来 行了行了行了 我听明白 就是要钱对吧 对 就是要钱 这孩子我有这么大 不能来给你 八万块钱 小医生 这死丫头都别想带走 赵首 拿钱说孩子 这事是你 那钱我可以给你 但是大神集团 投资赵家村 可给赵凤娇 八万块钱 二九一 要钱 就没有 要投资 就没有钱 自你决定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算哪个人送 敢让书记二九一 行什么呀 凭我 就是决定 在不在赵家村投资的 大城集团 董事长 孙唐玉 哥 董事长对我们多好呀 还把我们要回来 脱陷的工资 你不能在这 拿着他的身份 招摇撞骗啊 弟弟 你放心 信格等了 这是你管我 你是 你是谁 赵书记 别听他胡说八道 宋平安什么家伙 我怎么不知书 他呀 不过就是 宋平安找了 二十多年的大哥 也是准备一个 你他妈 搞出东西的 我看你是骗子 我看你呀 今天不仅是来抢孩子的 你们是来捣乱的 我再说一遍 信格 今天让我把孩子带走 大城集团 还有可能给你们 赵家村投资 否则 后果自封 后一个后果自封 既然我们的方案 我们不接受 那我这个书记啊 也不管了 乡亲们 他们今天 是来应赏孩子的 你们说我们能不能 让他们把孩子 和我们赵家村撑走了 不难有 不难有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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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吗 干什么 你放开我 咋的 你放死我 你干什么 哥 你 哥 走 我 知道你今天下午要来我们赵家村考察所以啊我早早的就把我们村的资料给你准备合 这样呢你就能尽快的了解我们赵家村的一切 赵书记对我的行程还是挺了解 他知道我要来考察赵家课 不过现在看来没必要 去了为什么呀 因为我要找的人他就在这 你找他 找他干什么 赵书记 先不说我找他做什么 你们一群人把他们哥俩围在这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秘书你事不知道的 他们两个是来我们村子里 向孩子被我们抓住了 他们还口出狂言 说什么自己是什么动吃掌 想吓唬 是啊陈秘书 算那错了 还说自己是大臣集团的动师 你看看 他们有多嚣张 赵书记啊 是见不得他们侮辱大臣集团 所以才教训他 说他嚣张 你们知道他是谁 他们是谁 难不成他们真的是什么董事长 哎呀赵书记 这两人怎么可能是什么 咱刚才对他那 那臣秘书不走 怎么可能还心平气和跟咱们聊天呢 哎 你是大臣集团 你应该见过你们董事长的真容吗 他们俩到底是谁 大臣集团董事长 我哪认什么大臣集团的董事长啊 哎呦高斌 见没见过人 赵书记问你怕他 见过 当然见过了 只怕不是 再说了 董事长出行哪次不是前无后用的 宋氏哥俩 跟我们大臣集团的董事长 是有过一些冤语 你们这么对他 不过你有些太有缘 冤语 什么缘 我今天来 就是给宋氏哥俩送赔偿款 赔偿款 什么赔偿款 卢婆子 你还不知道呢 听说土著北山洼工厂腐败的 是对哥俩 他们差点死在工厂里 后来工厂为了平息这件事 听说答应他们去做赔偿 哎平啊 那哥俩真是你们俩 哎平啊 那哥俩真是你们俩 我们俩没有拿过大声集团 你是没拿 那人家不是给你送来的吗 我看呀 你现在有钱了 就是不想给我的 你一定要给你钱 你孩子 你别想带走 我赔 你赔门 沈秘书 现在北山洼工厂的事情 外面闹得是废废言 也不知道是真还是他 既然是赔钱 那赔多少钱啊 确实说我无可公告 总之 要相信我们大成集团的诚意 那箱子有多少钱啊 难怪 凤娇他的前夫 这么有底气抢孩子 哎呦 陈秘书呀 你得为我做主啊 这哥俩是没良心啊 我花了八年时间 拉扯他的外孙 说带走就带走啊 我怎么这么辛苦啊 辛辛苦苦一辈子 什么都没落下呀 妈 我知道你舍不得月圆 月圆是你一手带大的 行了 你俩别演 不就是想到钱吗 月圆这八年的扶养费是多少 都给 小平安 你这个天杀呢 沈秘书都说了 你还扛着掖着 你想八万块钱把孩子带走 不行 你二十万 少一份都不行 你一种交贴 一种交人 多少 二十万 好一个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好一个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大家不用紧张 我能正能赞同我阿婆说的话 阿婆一把年纪 你孩子带大确实不容易 你们要是想接回孩子 确实应该拿些钱 还是陈秘书 有文化 没有势力 巫婆子 有陈秘书在 他会给你做主的 陈秘书啊 我的意思 是让他们把孩子带走了 可这个宋平安啊 一直嚷嚷着没有钱 那他这个歌呢 就是更过分了 让我们投资 拿钱 二选一 就算二选一 也轮不到他让我们选啊 你说是不是啊 你们要是真的舍不得孩子呢 我就去给他们做做思想公众 让他们把孩子留在你们身边 我是孩子他妈 我说了算 这孩子是个白眼狼 我养了八年也养不收 限制太爹就忘了娘 我和宾哥呢 马上要结婚了 我现在啊 是要紧 养了八年 我总不能 什么都不通吧 你现在既然有钱了 那我们现在就给你把孩子带走 你可要珍惜啊 我们大成集团最看重的 就是孝导和亲戚 既然今天我遇到了这件事 刚好 宋师哥俩的赔偿款在我这 那我就替他们做主 把这些赔偿款给挖托 宋先生有什么意义吗 可以 住宋师 你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闺女 你可真有本事 这买卖做的真划算 你当初又是生个 双胞胎 三胞胎 那咱现在 不是能多大一点吗 嘿嘿 月月 这是老婆给你的零花钱 拿去挖 拿钱赶紧 宋兄弟 我之前也帮过月月很多次 她每次打猪草 都是我帮着背回家 我对她可好了 就是看这个钱 我能领吗 可以 给她两千 来 签下字 爸爸 这个叔叔坏 他每次都骗我 背楼里的租草 还骂我 偷他家的草 我宋康运 向来是知恩图报 今天正好赔偿款到位 所以各位 如果曾经帮助过月月 觉得应该得到一些回报的 都过来给我签字领钱 哥 没必要 没事 宋兄弟 你将月月去我家讨论 我帮月月跟郭弟 赵师姐 你为月月做过什么 宋兄弟啊 言重了 我呀 作为村干部 关心村民的生活 那是应该的 处理月月的事 也是应该的 是 是你盼的 要带走孩子 就该给钱 你什么意思 这钱也不要吗 宋兄弟啊 说笑了 我刚才说了 为村民办事啊 那是应该的 这钱 我不能要 嗯 卢婆子 这钱 也拿到手了 你这一手拿钱 一手放人 你可要 说话算数啊 哎呀 赵书记 那是自然 我们自己手还算数啊 平安兄弟 你就赶紧给孩子收拾东西 把孩子带回去吧 既然你们已经拿了钱 就在这协议上签个字 来 宁宁 平安 带着月月在一旁等我 哥要办点事 什么事啊 哥 好事 去吧 还得是 陈秘书啊 这么棘手的事 办得是 滴水不漏 而且啊 还处处想着我们村民 让我们 给了这么大的福利 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我想我也该回去 陈秘书 你上哪去啊 大臣集团来我们村 投资的事 还没上谈啊 投资 陈秘书 你今天来 不就是替大臣集团 来我们村 考察的吗 我们的资料 都准备好吧 你连看都不看 你怎么 说走就走啊 啊 你说这件事 我刚刚切到通知 我们大臣集团 不愧投资你们赵家村 诶 陈秘书 咱俩之前在电话里 可不是这么说的 您说马上要来赵家村 考察大臣集团的投资啊 陈秘书 为什么 咋说不投资就不投资啊 那你们大臣集团 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我们村的资料 都准备好了 那你连看都没看 我们村各方面的条件 比北山万 但是强多了 我们董事长说 赵家村失去了 被投资的资金 并且永远 不投资你赵家村 不投资了 怎么回事 怎么大臣集团 又不来了 董事长亲口说的 董事长人都没来 他怎么知道 我们村 不适合投资啊 不投资了 那怎么能行呢 兵哥可是新项目的负责人 大臣集团要是不投资了 那他不就失业了吗 陈秘书 你可别吓我 陈秘书 你看 俺们村的人 个个都是干劲满满 都想着为大臣集团 做贡献的 怎么说不投资 就不投资 赵书记 你是觉得我们董事长 没事找事 针对你们小小赵家村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你们 你们谁 得罪过董事长没有啊 你们谁 得罪过董事长没有啊 书记 我们哪里认识 什么董事长 怎么可能会得罪 那么大的董事长啊 是啊书记 咱们都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民 守着自己家一亩三分级 怎么可能得罪董事长啊 书记 大臣集团投资的事 一直是你对接 是不是你什么时候 投资了董事长 啥说 我怎么能得罪董事长 我得罪董事长 我不知道吗 我这片忙里忙外的 不就是为了咱们村 招商引资吗 不就是为了大臣集团 来我们这儿投资吗 怎么 我忙还忙错了 书记 俺不是这个意思 人秘书 你能不能 转达给董事长 要是我们村 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 得罪了董事长 你向我们提出来 我们一定 赵书记 与其让我帮你问董事长 不如你亲自去问 好好好 麻烦您 给董事长打电话 我来问 你又打电话了 董事长就在赵家村 就在咱们村 怎么没看见啊 董事长到了 董事长人呢 秘书 没看见董事长啊 董事长 赵书记有话想 董事长 赵书记有话想 陈秘书 你确定你没搞错吗 宋平安大哥 是他是机团的董事长 董事长 哎呦 大哥 你这么有本事 怎么不早点说呀 我早就说过了 可是你们不信呢 哎呦 月月 还傻站着干什么 还不过来叫大伯 拿来 嗯 嗯 月月他大伯那么有钱 怎么会在乎这点小钱 你说是不是 大伯哥 董事长 你看 今天吃吃闹的 误会 都是误会 这钱 我们不能用 不要 大兄弟啊 咱们都是相礼相亲的 我们有心啊 帮你执愿啊 那是我们村的荣幸 这钱啊 我们不要 这钱加起来可不少啊 不要不要 一分钱也不能要 我之前可是问过你了 我说是要钱还是要投资 你坚决选择的是要钱呢 董事长 那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 不知道我的身份 就敢胡作非为 就敢欺辱敲诈 赵家村的这种处事方法 我要是把工厂 借到你们这儿 我怕被你们吃的 连骨头都不剩 各位 我们大成集团 不会在赵家村投资 会在北山蛙 不断地破解工厂 凡是这个名单上的人 集体家属 除此之外 所有人 都可以去北山蛙 直接应聘 凡是能符合条件的 接风 为什么名单上的 不得路用啊 那还用问吗 你们太贪了 把没有的事 都编出来骗人 让人家赶你恩 你想想 你为月月家 打过头讨吗 现在的人 为了两千块钱 都卖了良心 现在倒好了 这辈子 只能面朝国土 背朝天啊 你们啊 做国盖一辈子好地 走 我们去报名 北山蛙工厂 正在招工 包吃包住 哪个月就是八百块钱 走 你们都是我们 操架村的人 怎么都去北山蛙 去给人家打空啊 还不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 不判错判 大成集团董事长 能发这么大火 能做咱们 找家村扯资吗 我都不知道 你这个书记 怎么当的 不能明辨是非 年龄大了 咽瞎了 不能干 就不要影响 我们挣钱 就是老眼文化 是谁不分 让位 爷爷醒了 月月啊 咱们赵家村的叔叔婶婶 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能不能和你大伯说 帮助帮助我们赵家村 月月啊 大伯 嘿 喂 叔姐啊 大人的事 不要为难孩子嘛 大兄弟啊 从前啊 北山望 比我们这里 穷多了 自从你们大臣集团 到了以后啊 他们村 上上下下 都到你们那儿 打工去了 世子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村的人呢 可真是羡慕 就想着 你们哪一天 也来到我们村 来投资投资 看星星 看月亮 终于把你们判了 听说您要来 我呀 连夜把我们村的资料 都准备好了 这人口数据 地情况 还有交通情况 资源情况 资料都在这儿了 您看一眼 就看一眼 赵书记啊 我做的决定 已经定下了 你就不用白费力气了 好不好 犯了 赵军天 你看你干的好事 我费了牛米的力气 才把大城集团的 周上隐私 拉到咱们赵家村 你可 一通判案 把我们董事长给罪 你说这个责任 你要怎么负 你对得起赵家村的男女老少吗 我 对不起赵家村 一句对不起就行了 你一句对不起 投资故意的厂房 就能回来了 一句对不起 赵家村上上下下 三千多人口 就能有口饭吃了 你对不起有个屁哦 那你让我怎么办 依我看 既然腾不退位 那你去尊书记的位置 随干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我判错了案 让您啊 对我们赵家村 上上下下含了心 自动让出赵家村书记的职务 重新考虑考虑 我们赵家村投资这事 董事长 还请您担任我们赵家村的荣誉书记 对对对 您担任我们赵家村的荣誉书记 我一外地人 怎么能担当咱们赵家村的村干部 我一外地人 怎么能担当咱们赵家村的村干部 大伯哥 您怎么能做外地人呢 您看呐 您是月月亲大伯 对 这月月是赵家村的王 这四舍五入啊 您也是赵家村的大伯哥 大伯教 现在不是你说我哥 浑身上下不超过二十块钱 让他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时候了 哎呀平安 你记错人了 这大伯哥运输临风的 周深的派头就是当大老板的 我怎么可能会说出那么不长眼的话 大兄弟啊 你是咱赵家村的大兄弟 这荣誉村之书 你不当 谁当啊 资料呢 资料 有有有 董事长 给 怎么样 董事长 董事长呢 董事长 哦 董事长在这儿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闺女啊 这大兄弟什么意思呀 我也看不懂啊 那咱们是不是该鼓掌了 赵书记啊 这会章以后不要再随意让来了 没有人比你更舍得 我呀 吴延面 愿对赵家村的上下了 赵家村的荣誉书记 我是不会做的 取消对赵家村的投资决议 我是不会撤销的 全完了 不过 赵家村的资料 我会拿到省城其他的企业 如果其他的企业对咱赵家村的投资 有意向的话 我会让他们跟赵书记你联系 哎呀 董事长真是大肚啊 以德抱怨 老兄啊 真是汗言啊 唉 走 大哥 你今天整这么一粗 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 弟弟啊 大哥不是故意要隐瞒的 大哥 不用跟我解释 不管你是普通人宋康远 还是董事长宋康远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大哥 你呀 走 你在干嘛呢 我这不是给月月收拾衣服吗 他爸带他走了 我肯定得把他衣服收拾收拾 这是月月的衣服 赵凤娇 你什么意思 要不你先回你那儿吧 月月他爸马上就到了 你在这儿不方便 你现在嫌我多余 嫌不方便了 当初你一口一个兵哥 婚内跟我偷情的时候 怎么没说不方便呢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跟你偷过情了 少在我面前这么装 你是看我现在落魄了 瞧不起我了是不是 老子们你是不是 放开我 延安和大哥马上就到了 如果你不想你大成集团的职位 飞了都吧 最好早点离开 你现在是赶我走吗 那我要是非赖着不走了 高斌 你别闹了 我没闹啊 以前我有钱的时候 我养着你 现在我落魄了 换你来延安我 不是很应该吗 再说了 咱俩不都快结婚了吗 行吧 你要愿意睡 你就睡会儿 我去给月月准备饭 什么时候准备过饭啊 哎 回我睡我觉 你 你放开我 你给我装什么呀 你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 你 你竟然敢打我 哎呀 请进请进 月月的东西就给我吧 我们就不进这个家门了 反正从前你也不让我进这个家门 哎呦 平安呀 还记得这妈呢 妈从你的话里啊 听出来了 还在生妈的气呢 从前你也不让我关你做妈呀 是吧 无事 哎呀 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 都过去了啊 那些糟心事不提了 杀人的救命啊 杀人了 天安 天安 靠北他 他疯了 他就了下午 他不敢找大伯哥 他就来欺负我 大伯哥 你只要为我做主啊 董事长 您怎么来了 我来接我家侄女 怎么 有问题 没没问题 我帮凤娇 给月月收拾衣服呢 小闺女的衣服 用不着别人收拾 我怎么能是别人呢 我可是月月的干爹呀 董事长 董事长 您看啊 我呢 是月月的干爹 您啊 是他的大伯 那这样算的话 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现在这个赵家村的项目黄了 还请大伯哥 给我安排个别的去除 回家月月 可没你这个干爹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赶紧从我家离开 别烦我大伯哥 赵凤娇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别拉拉扯扯的 高碧 你们大臣集团的董事长 就在这 你们是在所 我就别怪我 当着你们董事长一面 批 你说什么 你要举报我 如果你现在离开的话 我可以寄往不咎 但如果你不走 你就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 你 寄往不咎 你 不客气 那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更不客气 拿什么东西给董事长 说过你心里没鬼 慌什么 没慌 我哪里慌了 你哪只眼睛看我慌了 喂 我在赵总教家 你来一下 是 董事长 陈秘书 看这是什么 高先生 这些条件是怎么回事 陈秘书 这个就是正常的工程发票 高碧 你虚开条目 侵吞集团 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大伯哥 这种做成了 抓紧时间处理掉 留着也是祸 站下去 集团审计记录 绝不呼吸 男人 臭娘们 你需要我的时候 舔着脸舔我 不需要我的手 就把我给卖了 你不得好死 你不得好死 二十万的支票 你的行为 给大成集团 及时止损 这是你的举报奖赏 大伯哥 这钱 我不要 你拿着吧 你帮我哥的公司 除掉了一个助手 这是你应得的 大伯哥是大成集团的董事长 是吗 可他 也是月月的亲大伯 是你的亲 鱼哥 这钱我是该拿 但鱼丝 大家都是一家人 哪里有帮家里人 还问家里人 要钱的道理 凤娇呀 不是那种 见钱眼开的人 他呀 不是满心都是钱 当初 不顾我的反对 也不介意 平安家里穷 非得嫁给他 大伯哥 如果你真的想给 你不用给我 你给月月存钱来吧 月月啊 你看 这是你妈妈的钱 可是你妈妈的 执意不要 大伯就想了 用你的名字 给你存进去 以后咱们上学又 好不好 好 月月 还不谢谢大伯 谢谢大伯 乖 平安 是我从前眼下 悟信了高病的话 相信他 能带我和月月 过上好日子 可谁曾想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一直在骗我 都是我十人不清 都是我悟信他人 都是我 他想带月月 过上好日子了 妈妈 你别打自己了 月月 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没想到 高病是那么 拦的一个人 都是妈妈的错 别打了 年轻的时候 是我求 没有给你个月月 俩好的生活 不怨你们 是我没本事 当初结婚的时候 说让你住上大房子 天天有肉吃 把你从赵家村 娶到我们北山洼来 谁能想到 一天好日子 没过上 再说了 我能给的 我都给你们了呀 终于补不上那些富裕的存在 怪我 都怪我 太想当孩子过上好日子 当时月月一天比一天大 家里都穷得切不开过了 想着 但我可以 但是月月不能达误下去了 所以我才离开了家 嗨 那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现在多好呀 月月的妈妈在这 月月的爸爸也在这 月月 你开心吗 开心 月月 想不想爸爸和妈妈 永远生活在一起呀 想 人家说呀 这二婚没有投婚真心 你看 你们口口声声说 为了月月 月月呢 也想着你们生活在一起 你愿意吗 只要月月开心 我怎么样都行 月儿 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过日子 我 你是想起我 跟你分开后 跟过高宾吗 平安 我也是受害者 我也没想到 高宾是那么贫邪恶劣的人 哎呀 是啊 是高宾 缠着凤娇不放 凤娇带着孩子 孤儿寡母的 他好歹 是大成集团的高层 有权有势 我们不敢得罪呀 只能 假装迎合 凤娇跟你分手八年了吧 到现在没嫁人呢 妈 你别说了 现在送家 是高门大户 咱们就别硬盘关系了 我只要月月过好日子就行了 平安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每周 过去看月月两天 我其他再没任何要求了 好 就这样 哎 爹爹 他每周都来吗 是 每次都是帮月月 洗洗衣服啊 然后做个家务 再帮我做两顿饭 忙完他就走 他就没有提任何的要求 没有 包括复合的事也没有再提 那个 哥 我想跟凤娇复婚 你说什么 哎呀 就是我想跟凤娇复婚 其实那一天凤娇妈说的对 二婚哪有原配真心啊 再说了 我跟她本来就有一个孩子 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的心里边一直也只有凤娇 看来 也是心意已决呗 这过日子嘛 难免会有磕磕碰碰 我觉得凤娇已经改了 他都亲手举报高兵了 他举报高兵 是高兵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你知道吗 那 发票呢 他怎么肯定一下拿出这么多的发票呢 那肯定是 他们孤儿寡女的 被那个高兵给拿捏了 然后他们暗地里边 搜寻高兵的违法 等到实习承受之后 再举报的 不然他怎么一下子就可以拿出高兵这么多年的发票呢 我 我怎么知道 大哥 凤娇我是了解的 他肯定有苦衷 小弟啊 虽然我不了解赵凤娇 但是我觉得 他的心思绝对比你以为的深 看来 你是下定决心了吧 嗯 那还说什么说呀 就这样吧 大哥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都老了 盖什么盖头 在我这儿啊 你永远都是新娘子 哥 咱爸咱妈走得走 我和凤娇啊 在这里给您磕头了 好 只要你们过得好 怎么着都行 好 快席 大哥在这儿 祝你们两个人 百年好合 这 这是大哥的贺礼 拿着吧 谢谢哥 谢谢哥 行 李长 送入洞吧 一二三四五两七二十 那么有钱 才给二十万 首付不得给个一百万合力 就这么一个弟弟 媳妇 大哥要回省城了 来了 月月 听你爸的话啊 大伯先走了 大伯哥 你咋走那么早呀 集团有点要事 需要我回去处理一下 李安 你确定不跟大哥一起回省城 回省城 我跟平安说了 只要他愿意带着你们一起回省城 我就给他安了 平安 去呗 大哥 我在北山蛙生活习惯了 不想离开 再说了 大哥找到我 是找到了个亲兄弟 又不是找了个累赘 大哥有自己的生活 不能打扰他 而且啊 大哥在现场 给我们置办了这么大一个院子 我已经很知足了 不能再麻烦你了 大哥 行 我也不强求你 好吧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走了 来 月月 跟大伯说再见 大伯再见 乖 月月再见啊 走了 慢点啊 拜拜 来 月月 吃鸡腿 谢谢爸爸 哎 媳妇 你也吃鸡腿 啊 吃吃吃 就知道吃 月月 要不你回屋里边去吃 好 老伯 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 惹你生气了 你告诉我 我一定敢 大伯哥走的时候 说要带我们一家三口去省城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咱们生活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到时候北城完二七启动了 你在家照顾月月 我去做工 这日子过得还不好啊 大伯哥一家开豪车吃鲍鱼 你却有个摩托车吃个鸡腿 你就满意了 我说月月 怎么能有你这么个不知上进的爹 大哥那是人中龙凤 白手几家做成了大城集团 二十多年打拼了这么大一份加益 这哪是我能比的呀 再说呀 虽然我俩是新兄弟 我就一普通人 要学历没学历 要能力也没能力 就算我大哥把我弄到了大城集团去 我却不也是给我哥添麻烦 哎呀 老公 你也别气馁嘛 你说这多少人里面 才出这么一个大伯哥 这北山湾 往前数二十年 还是往后再数二十年 都很难再出大伯哥这么一个首副董事长了 哎呦 我这 我这不也是为了月月上学着急吗 月月上学挺努力的呀 这北山湾的学校 用力有什么用啊 哎 我听人家审承的孩子说啊 这幼儿园都开始学英语了 这北山湾 连个英语老师都留不住 嗯 你说呀 咱这辈子已经被耽误了 那这孩子要是在被耽误 那该怎么办呀 你说我怎么没想到这场呢 可是我刚拒绝了我大哥 我现在再去求他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哎呀 不合适 那咱既然求人办事的话 不如 最好亲自跑一趟省城 行 就按你说的吧 月月 走吧 爸爸再见 妈妈再见 嗯 好好上去啊 我说这大伯哥呀 真是好大的派头 咱这么老远跑一趟省城 他竟然见都不见 我哥公司那么大 肯定不会像我们这么闲 那再忙 连自己亲弟弟都没时间见一面吗 再说 我看 他就没帮你当家人 媳妇 你别在学校门口吵嚷嘛 对不起啊媳妇 再说了 你看 我大哥这么忙 不也帮我们解决了月月上学的问题了吧 名门小学 可是本省最好的小学啊 我们这次来 不就是为了解决月月上学的问题吗 我 月月是个丫头骗子 多说好有可能 早用这次来 就是冲着分家着 宋先生 小小姐已经办理好入学手续 快上课了 好 麻烦了陈秘书 陈秘书 平安有事找大哥 带我去找他一趟呗 董事长这几天形成盘忙 没有空到 你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和我说 跟你说 你就是个小小秘书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干什么呀 媳妇 对不起啊 陈秘书 我媳妇不是有心的 她就是想见见我哥 当面感谢一下她 你看 她帮我们办了一个这么大的事 我们哪能不见一面就走了 哦对了 你看 这是我媳妇啊 昨天争了一晚上的花卷 就是想亲手谢谢我哥 你再帮帮忙忙 帮我约约我哥的时间 好不好 喂 媳妇 你看 这不进来了吗 我看 她就是把咱们当乡下人 不把咱们当一回事 哎 陈秘书 这大楼真气派啊 我哥办公室在几楼啊 这栋楼都是董事长的 她的办公室在顶楼 这边请 弟弟弟妹 随便坐 哥 我能坐到那个椅子吗 去吧 媳妇 你看我 像不像大老板 像 你 总结是你自己当老板 哎呀 你快下来 那是大伯哥的位置 你忘了今天咱们来干啥来了 哦 对对对 差点忘了 来来来 坐这点 有事啊 哥 你能帮月月解决上学的问题啊 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了 这个是凤娇连夜做的花卷 还有土特产 你不要嫌弃 大伯哥 我听平安说 你小时候很爱吃花卷 就争了这些 就怕你现在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就不再吃乡下这些东西了 哎呀 没有 我现在还吃这个 嗯 好吃好吃 跟记忆中的味道完全一样 哥 我们这次来啊 主要就是为了感谢你的 既然你有事 我们就先走了 走 大伯哥 我有个不清之情 不知道当不当说的 你干嘛 大伯哥 这人都说呀 饮水资源 这话 您认不认 我认啊 这当年啊 你和平安 两兄弟相依为命 你作为大哥 这父母留下的积蓄 都是你在管 这事 是不是真的 是 当年啊 这个平安税属还行 家里的钱 都是我管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那个时候家里面才几个钱呀 满打满算 也就爸妈留的两百块钱啊 哎呀 二十年前的二百块钱 够一家吃喝几个月的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吗 大伯哥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如果当时没有那两百块钱 是不是 你和平安就饿死了 当年我和平安 就靠着那点 仅有的积蓄生活 这可是后来啊 你们俩走散了 这两百块钱 在你身上 这平安一无所有 你知道 你知道他后来 怎么活下来的吗 他去偷吃人家地里的瓜 万一 他去捡人家不要的红薯 他呀 差点就饿死在那个冬天了 媳妇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再者说了 当时乡亲们也有救济过过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的呀 我当时想 大哥懂事 他管钱 正常的 我确实对不起平安 当时爸妈把他交给我 我 没有照顾好他 大伯哥 你我知自己的良心数 如果当时没有那两百块钱 你能活下来 你能创下你这么大一份家业 大哥能存在这么大家业 是他自己扶你 跟那两百块钱没有关系 会不会关系了 如果没有当时那两百块钱 能有如今的大成金团 但你说 那两百块钱 应该是跟你分 一人一半 成大成金团 也该 一人一半 媳妇你在说什么呢 当初的两百块钱 哪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啊 他分明是大哥白中起家干起来的 再说了 你给我两千块钱 两万块钱 我也挣不到这么大的鞋 你闭嘴 我 你哥能发达 那是鞋鞋才在你的身体上来的 你知不知道 当年 你差点就饿死在北山挖了 你在肯窝窝头的时候 你哥 在城里吃白膜呢 你是招生菜的时候 你哥 大鱼大肉呢 你哥呀 是拿着你的活命去 在城里发展的 你懂不懂啊你 这是我大哥 这是我亲哥 当时爸妈走得走 家里的 除了就上一条棉裤 大哥给了我自己 穿着单裤子 上下背着都养活了我 我大哥从来没有亏待过 跟我回家 我不走 你不为你自己考虑 我得为月月的明天考虑 这大城集团 大有你的一半 是你呢 我叫你拿到 行了平安 我明白凤娇这次来的意思了 他不是来感谢我帮助月月去了省重点小学 而是来跟我分家长 这大伯哥 这人活一世 不能忘了 我只是帮平安 拿到他应得的 这亲兄弟 还要明算账呢 我应得什么呢 我应得 走啊 我不走 除非大伯哥 马甘给你的分红 给到你 什么呀 走 不走 我不走 要回你回 这大伯哥 一天不分给你钱 我就天天睡在这儿 行 我跟大哥要行了吧 大哥你看 这几项东西 你们自己选吧 我就你这么个亲弟弟 给你分点家产 是应该 望三豪亭的别墅 地上四层 地下三层 价值一点三亿 七层大别墅 大成化工二十年总经理职务 大成化工的效益连年增长 今年效益达三千万 今年效益三千万 这二十年 这是六亿 这是一个亿的支票 如果你同意 我立刻给你现金 一个星 如果真的没白负 小弟 你们过来选吧 愣着干什么 大伯哥叫你呢 走 去 小弟 现金 职位 房产 三选一 你们自己选吧 我得让宋平安选现金 这我跟他离了 以后不能加持 大伯哥 俺们家平安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资产 这一时愣住了 那个 俺们再商量商量 他就先进 不急 慢慢选 今天我所有的事情都推掉了 有的是时间陪你 谢谢大伯哥 老公 你想选哪个 老婆 这不太合适吧 就是不合适的 这本来就是你 这别墅 是挺排长的 不过那么大 怎么一家三口 哪住得过来呀 老公 要不 咱们别去别说了 这大成化工集团 总经理的职位啊 是个好权势啊 这是老公 这化工 你 我哪都说化工啊 我都初中毕业 我大字都不认识金 怎么可能 是吧 我也觉得 这个总经理的任命 是 这思来想去啊 我觉得 还是这个支票 最适合咱们 你想啊 你不是说 你不喜欢省城吗 那咱们 就拿着这个钱 回到北山蛙去 到那时候 不得呼风坏雨的 山蛙村穷乡屁 还用得了这么多钱 哎呀 这没有花不出去的钱 老公 听我的 就是支票 这未来 随着月月的长大 这花钱的地方 还多了去呢 听我的 去支票 学好了 大伯哥 学好了 爱妈 就选支票 好 选好了 又得上个签个字 这是咱们二百块钱的分红协议 只此一字 签字吧 选好了 怎么签字啊 钱 说不对 小弟 你 你先牵手 小弟 你 你先牵手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天安比我还狠 他竟然看不上 也是 爷爷虽然听着的 但是这么大个极端 别说爷爷 我总看病掉十亿都不少 小弟 大哥没想到你的胃口这么大 一个亿都看不上 大伯哥 这一亿听着是多 但是跟你这大集团比起来 那真不算多 没想到你还挺积极的 那你说 怎么你配有多少 你说死 哥 我填个数 如果你无意 我跟凤娇俩 立马签字拿钱走人 如果你要是不签字 我俩就赖在这不走了 小弟 大哥没想到 你把钱砍得这么重 不成想你是个见钱也开的人 大伯哥 你这话说的 咋 只允许你周冠放火 不允许M小老百姓紧灯啊 这平安 只是拿回他应得的 要是你给的够了 他也绝对不会说什么 啊 你员吧 大哥真要想看看 你的胃口到底有多大 媳妇 我待会儿跟我哥 有一场艺美的 我填那个书 他可能会躲 对啊 你说的现在我 老公 我帮你签签他不 不用 我可以的 谢谢老公 那行 那我在门口等你啊 不管你要多少 都有我找婚交的一半 你疯了 你跟我要这个书 这宋平安 到底要多少 你不给我这个说 我就不走了 我就赖在这儿 你 你我怎么贪上你这么个弟弟 宋平安竟然这么 难道他要的没谁啊 平安 你在省城 最好跟大伯哥谈到多少钱 这都好几天了 你快告诉我吧 媳妇 你先坐好 我给你看好东西 坐好了 这里面有东西 找到了 原来个当年真的没有拿走这两百块钱 这 这是当年的两百块钱 对啊 你错怪哥了 哥其实当年没有拿这两百块钱 而是放在这个陶冠里面 意思是说 哥当年没有拿这两百块钱 就出去了 他是怎么好 那你的意思是 大伯哥创业 没拿这两百块钱 那他还同意给你分那么多红 他是我亲哥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跟我关系可好了 打小就疼我 这票呢 这票在哪 求金最后 他不该给你 给你多少钱啊 媳妇 这钱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废话 这笔钱对你来说不重要吗 对我来说不重要 若不是我挣钱 这是白药钱 你跟你哥是亲兄弟 再说了 咱们俩复婚 也是给他磕的头 长胸如富 你问他要点钱不是天气地义的 我哥给我钱那是情分 他要是不给 那是他本分 你别废话了 这票掏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媳妇 啊 咱们俩是两口子 你还对我藏着掖着呢 媳妇 我怕我把钱掏出来 又要分家 这傻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 难道我眼多笑 又想嫌弃他太明显 要不是他有个手足 请客能分他家财产 谁跟这傻 附婚 哎呀怎么会呢 再说了 你哥没分红之前 我都跟你复婚了 你怎么会这样笑 媳妇你真好 哎呀 支票呢 先把支票拿出来 好 两百 你就朝你哥要了两百块钱 对啊 住两百块啊 欠多少还多少了 其实啊 这两百块钱都不得了 当年的两百块钱啊 就在咱们家呢 你在封皇方案上签字了 对啊 拿了钱 宋女 喂 喂 媳妇 你不是说 不给我老娘子 老娘才不要跟你过苦日子 狗日子 你自己过去吧 要不是冲着你有个首父亲哥 能分点财产 老娘才不会跟你复婚的 什么 亲自 给老娘亲自 我下次亲自 给老娘亲自 月月你不要了 老娘才不要那个脱油皮 所以你关心月月是假的 老娘不从月月着手 你会跟我复婚吗 好好好 真是精彩啊 弟弟 大哥说的没错吧 看清楚他的嘴脸了吧 奸商 你们俩都是奸商 你们两个合计活来 玩我是不是 哎 这话可不能乱说 是我弟弟他自己要的二百块钱 又不是我不给啊 并且他又在分壶协议上签了字 我的资产 我的钱 他是分不到一分的 哎呀 小子 签了吧 拖累人家 签吧 签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为了补偿我弟弟 我给月月的账户上转了一个亿 既然你已经放弃了孩子 那月月账户上的钱 自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 你 来人 将非宋家之人赶出宋家 大伯格 我们可是一家人的 带走 我不离了 我不离了 月月可是我的亲闺女 哎 大哥 看清楚嘴脸了没 弟弟啊 我就你这么个亲弟弟 以后有哥一口饭 就有你吃的 咱们永远是亲兄弟 咱们是一家人 大哥 嗯